這是一個在說生命課題的 告訴你生命中不要有遺憾 充滿了愛的 總是會跟你的生命當中 有一些事情的連結的 天堂邊緣是一個 讓你看了還想再看的故事 天堂邊緣這個故事 對我來說 為什麼會發生在 這個人的28歲生日的這一天 我給他的一個假設是 在徐振宇一出生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註定好了 就是如果我們相信 宇宙的運行這件事情 他其實所有事情都是被安排好的 其實都是天使一個人安排出來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棋子 所有的人包含守護神 包含徐振宇 等於他在下這一盤棋就對了 這一次我們在比較大的場地 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比較多一點 怎麼呈現說是天使 天使在布的這個曲 這一次演出的最後最後最後的一個畫面 我會把這件事情點出來 所以你一定會知道說 嗯 哦原來是那個關係 你現在會看到這個影片就表示 你也是被安排在天堂故事這個 這件事情裡面的 所以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出你的手機 然後打開天作之河的APP 然後買票 然後來看戲 然後你就會得到你應該得到的感動 我會不會再說 這個影片就要做的